OK,这个刚才大家讲拍水的问题 或者拍瀑布拍河水 这是你照点 对 这是在河边照的秋景 这个是下那 这上三角落 那这个就是用卖门 用前景 这个你会看从前景的后景都清楚 所以这个光圈一定很小 这个光圈到22了 已经不能再小了 有时候为了让它速度更慢了 然后我还得再加一个灰镜 灰镜就是让它进光量再减下来 因为相机已经到头头朝不动了 那这个呢就是说 一 如果你要拍出这个行为流水的这种效果的话 你的快门速度一定要比两秒还要慢 你超过两秒钟就出不来这效果 那光圈呢 那一定要是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因为一 小了以后景深它会无穷大 你这种照片 不像刚才那给你看那人像说 这种照片我要所有的景全部清楚 因为我要那种纵深感 然后我在利用矿门速度 我把这个水流给它拍下来 把流水拍得跟熔一样 所以就行用流水 那这个一定需要一个好的三脚架和一个快门线 没有这个拍不了这种东西 老师您是卖掉了吗 你这 真的是 等着哪去买大钱 真的 我觉得他买一张照片的那个一万多块钱 等,等,等,等...... 如果你現在能賣一萬塊錢,等過一些年你過世了 他就是想著 好多作品,藝術家作品都在世的時候成不了名 那都是過世了以後才成名 我们一起去看 OK 再进一步讲 慢门速度的效果 动静结合 这是我拍的一次 上次国庆那个 那个访问演出的 OK 他在这转那个圈 那就说 转那个圈的时候 他在动 但是我要把那个动感拍出来 我把那圈的弧形动感拍出来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就把空门速度讲慢 一定要上架子 我才能拍出的 人是清楚的 这个圈圈是转的 这就是动静结合的效果 这个空门速度 不像他说 我拍舞台 我高也好 空门速度越高也好 不是 那我这样拍会有艺术效果 你那样拍清楚是清楚 没有艺术效果 这是事 对 这个我们是小笑 OK 这个上回的 今后有那个参赛 那这个呢 就是速度和送肩 这主要抓送肩 这个要速度 这没有速度 是不行的 那篮球比赛 这是姚明扣篮的一送肩 这个速度慢 你肯定是拍不到 这个要追焦 这个时候是要高ISO 这个时候要速度 你追着跑 要不然肯定是浮的 因为这个篮球运动玩 那个动作啊 它没有规则的 那个不是像其他那个动的 它永速运动 篮球运动那很猛的 你离得越近它越快 那个就比较难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决定性的送肩 这个时候要快门速度 抓的就是那个送肩 就是他抓起来扣男的 那一送肩 这个一样 这个是我到纽约去玩的时候 去爱丽丝岛上 去Statute of Liberty那边 从东欧来 一帮小孩在那拍照 这几个小孩 很有创造力的 这女孩拍照 男孩你看各种不一样的动作 那金光伟给这张照片起名字 叫送肩的自由 自由的送肩 在他跳起那一送肩 他就自由表达 用自由女神做背景 所以这个照片呢 当时抓的比较满意 可是我抓这张照片 抓的很辛苦 但是我抓的很快 因为我的相机比他们专业 他们没拍下来 我已经拍下来 你看他们是躺下的 那我要从这个地方 把他们都拍上 我要比他们嗨才行 我当时即使趴在地上 相机一步放在地上拍的 那这帮人 是不是知道你在拍他们呢 知道我给他照片 送去了寄去了 对 我给他照片 这个呢就是抓拍的人们的照片 然后下一个我们讲过这个曝光 光圈快门 我们讲一下摄影的另一个很大的元素 构图 构图 其实是最复杂的一个东西 里边是学问最多的 如果你学过画画 那你一定学过构成 如果你学过建筑 你学过点线面 学过这个 可惜我都不是学这个的 我的一个摄影 好朋友 曾谦 他又画画 又学建筑的 那他这方面就比我强得多 我都是瞎懵的 但是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呢 每个人的生活经验不一样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基本上 你学过树里话 学过几何 学过一些你的观察 就包括 你知道怎么打扮自己 怎么样穿衣服 怎么样搭配好 对不对 你知道你房子怎么布置 其实都是构成 就composition 这个是学院里边非常元素 就是说你拿着一个镜头 拿着这个 你从这个镜头 哐哐哐出去 你要哐什么东西 这个就很重要 你框了东西不好 拍出了 拍不出什么东西来 那因为 因为你摄影 是在这个 大天世界里边 在环境里边 去选择你要的东西 你不是说 把所有东西都弄下来 那不需要相机去拍 那你就录相机去 把所有东西就录下 行了 摄像机了 不用摄 摄影呢 就在里边去挑选 要去choose 要去select 那这个我说 no absolute rules for this but art this is art 没有太多的条条广谎 当然有了 比方说 构图的rule of third 黄金风歌 你中雄这个原则 照片就看着比较舒服 比较好看一些 那frame 景中景 leading lines 点线面配合好 也会比较好看 cent of interest 兴趣中心 掌握好平衡 对比 色彩 这个都可以帮助你构图 都可以让你这个照片 拍出来以后 比较好看 当然 在你中雄这些东西 你要先学会这路 任何东西都是 跟打拳 武术 先学会这路 然后等你熟了以后 你才能grade的路 你就不会中雄这路 随意拍 那个时候就叫创作了 在初学的时候 你一定要中雄一些路 因为没有路 你不知道你在拍啥 OK 点线面是什么意思 我后面会讲到 那黄金风歌 所谓黄金风歌 就是勾股定理 说简单一点 也就是三分法 你把一个画面 画两条线 你看有四个点 你把你的兴趣点 放在任何这一个圈圈上面 就比较好看 你如果要放最中间 就很难看 这个就是黄金风歌的 就会让你来看 对 对